静患 老李和老张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时常在一块 现在因为两个人的老伴都走了 于是他俩就住在了一块 相互也有个照应 老张原本是喜欢画画的 老李喜欢写故事 所以他俩玩在一起 兴趣爱好也交换了 老张也喜欢了写故事 老李也开始学了画画 老张希望自己能写一篇长篇故事 他动笔了 书名叫做迷失的古城 老李希望自己能够帮助老张写作 可老张死活不肯 坚持要自己完成这部著作 并且要写完了之后 才能给老李看 就算是要修改 也必须要等他写完以后 老李没有办法 如果偷看的话 就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友谊 只得期待他写完作品后 再一览风采 和老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 老李快乐极了 一是能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住在同一屋檐下 二是得知老张开始动笔一部长篇故事 老李很放心 他也相信老张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主作 只是想套出些作品内容时 老张却是守口如瓶 老李现在都没有心情去写自己的故事了 他太期待迷失古城了 脑子里满是这篇长篇故事发表成功的场景 老张喜笑颜开的表情 甚至老张受到鼓励写出了无数长篇鬼故事的情景 都一篇篇地浮现在老李的脑海中 以至于心情激动地影响了作息事件 老李为了扳回心思 却借了几本书来看 有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本中 读书读累了 就拿起借的书来看 这都是为了抑制不住去看老张的故事 老张丝毫没有注意到老李的变化 全身心地投入到故事中 遇到写作的难题 他总是要冥思苦想的好半天才能解决 他希望尽量将故事写得生动精彩 同时创造出一种神秘诡异的意境 老张每天不管多晚都要写一点故事 说是一点 其实用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打字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可又偏偏偏不让老李介入 过了一段时间 老李猛然发现老张的精神恍惚 沉默寡言 像是受了极大的打击似的 老李出于关心询问他 他却只是摆摆手 只字不提 老李有些后悔 想是不是不该怂恿他写故事 是不是自己太急切了 想着想着 老李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老张竟然说 老李啊 你和我住一起 有些打扰我写鬼故事 所以你先回去住吧 等我解决了这里的写作难题 再叫你回来 说实话 老李简直惊呆了 老张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同时 老李也感到很诧异 为什么老张要把自己支走 不过 看着老张蓬松的头发 老李也只好答应了 回去之后 老李非常担心老张 反难时 夜难解 再三之下 只好偷偷回去 看看老张的情况 可让老李没想到的是 打开门的老张 并不惊讶 反而很愤怒 大吼老李 你来干什么呀 你不要来打扰我写作 我没叫你来之前 你不要回来 现在就给我滚 滚 门被关了个震天响 留下吃惊的老李 等他反应过来 等他反应过来 想发怒的时候 他的面前 只有一道冰冷的门了 老李一点法子也没有 等了许久 也不见开门 只好沉重的离去 一路上 他很憋屈 有火没处发 他也很后悔 他真的想将时间 倒回去 在老张想要写故事的时候 竭尽全力的阻止他 也不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同时老李也感到无比的奇怪 老张是怎么样 变成这个样子了 以前很少见他生气的呀 尽管有满肚子的疑问 和五味杂陈的心情 老李也只好先回去 看看情况再说吧 一天 老李正在读着书 一个期盼已久的电话打 老张打的 老李别提有多高兴了 抓起电话就说 老张 你怎么样了 你还好吧 电话那头满是惊恐的声音 过了许久 老张才说到 老李 你过来一下 听到这声音 老李就知道大事不好 老李几乎是以疯的速度 冲到了老张的家里 老张面色惨白的开门 才开门 他就把老李扯了进去 老李还没来得及 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张便用手指着一面镜子 支支吾吾的 说不出话来 老李看到那里有面镜子 惊讶 下巴都差点掉了下来 什么时候 这里摆着一面镜子 还正在老张写故事处的背后 老李盯着老张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解释 哪怕一丁点 老张平息了一下呼吸 开口道 这面镜子其实 一直都放在我家衣橱里 买来以后 因为家里人觉得邪气 就放在了那 我写故事 突然来了灵感 但又不知该怎么写出的时候 我就把这面镜子 搬到我后面 当我遇到难题时候 我就看看镜子里的人 相视一笑 就克服了难题 可是 昨天晚上我写作的时候 我看向他 他向我微笑 可他却没有向我微笑 他竟然开口说话 他说 会杀了我 而且 完完全全的取代我 他 他在向我走来 还没说完 他呼吸急促起来 说不下去了 但老李 也听不下去了 所以 我想了想 还是把你叫来 比较保险 说完 老李就知道了 一切的原因 他看着那面镜子 也觉得 邪门起来 在老李的精心 照顾和安慰下 老张 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故事 也告一段落 看着原来头发蓬松 面色惨白的老张 又精神起来 老李 心里很是安慰 一天 老李的老家 有点事 要老李回去 老李很放心 不下老张 担心 他会出事 但老张 极力的劝慰他 不断的说着 自己没事 让他放心 老李 这才回去了 回去 还没有多长时间 就回来了 他发现 许多辆警车 停在老张的家门口 老李 下意识 知道发生了什么 风一般的 跑向老张家 还没到门口 就发现 一具遗体 被警察抬了出来 打开一看 果然是老张 老李顿时傻了眼 疯狂地冲到了 镜子面前 看着镜子里 那张暴怒的脸 他突然发现了 什么东西 镜子上 竟有一块胶水 正纳闷时 警察告诉他 死者是因为 捅入腹部 而死的 那刀 竟是从镜子里 长出来的 忽然 老李完全明白了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老张的幻想 镜子中 根本就没有老张 所说的镜中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